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今晚的晚间新闻 那么首先来看到的就是在台中的酒厂呢 传出了米酒里面用水含量含有重金属 而且是超标 目前是被当地的卫生局给上门搜查 但是现在还没有收到公布的结果 但是刚才我们得知 台中的酒厂以及经济送宴 并且强调用水有通过检验 但是当然最后还是必须要由卫生局的报告 作为最后评断标准 稍后如果说卫生局有任何相关报告的话 我们随时来进行插播 而同样也是食安的问题 就是维利的相关产品 这回又惹上了食安风波 那么原因就为他们所使用的豆皮 疑似是黑心的有毒豆皮 我们赶快通过连线带您了解 下午这个令人惊爆的消息 好主播的观众 毒豆干的风波是持续扩大 张华前卫生局在追查 这个玉香公司毒油皮的下游呢 发现这个知名的维利食品 去年3月到7月呢 也向这个玉香公司来购买问题油皮 用在这个榨酱面油包的加工上面 来听听卫生局人员怎么说 是向这个玉香食品公司购买这个 精调味过这个油皮 那经过缴税之后呢 作为这个油包的 调理里面的一部分的成分 这维利公司呢 那像这个玉香公司购买的问题油皮呢 是用在这个榨酱面的油包加工上面 制成老北京榨酱风味大干面和榨酱面等产品 目前榨酱面1334包 跟这个榨酱面的半成品的油包3000多公斤 都已经进行封存 而且呢这个卫生局也已经要求呢 这个维利公司在市面上相关的产品都要进行下架回收 像现场最前行把身转棚呢 好黑心油才入木没有多久 怎么就又爆出了毒豆干 而且是香港偷爆才知道 那么到底有食品登陆平台 是不是形同虚设呢 面对立委之一声浪不断 为服务坦诚 因为只锁定糖果啦油面啦 进行违法查这个添加物二甲鸡黄 但漏了豆干 毒豆干流窜全台竟然是香港发现 立委之一食药署到底有没有在查 它最可能是发生在这个糖果 糖果面线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没有坦白的说是没有把它定位在 糖果有面我们都有查 对 但是就是没有查在豆干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要重新检讨 真的是丢也丢到国外去了 是 白命医书现在才把二甲鸡黄列入常规查验 也只不过是亡羊补牢 就连没中标的严肃鸡肉包不小心误职 事后网站悄悄更改 立委不禁要问怎么越查 漏洞越来越大 四月才上路的食品登陆平台 俨然破功 我们的表现是不及格的 理由很简单 我们立法院里面六年修了七次 食安法 今天修得得得得得了 为什么越修 问题越多 越修啊 食安危机越来越大 食品登陆平台绝对没有破功 我们这一次很快的可以找出千辛 其实业社的产品有问题 也是由这个登陆平台上找出来的 强调不管添加什么祖传秘方也一样 任何原料都要登陆 食安问题报不完 立委要求 酱油是不是也添加不敢有的化学原料 赶快查一查 明年列入鸡茶重点有 面粉 糖跟酱油 但就怕鸡茶速度跟不上 不肖伤人的黑心脚步 记者虚珠黄十分台北报道 而有没有可能有这样子的耶诞礼物呢 威力踩头彩 那么连续25杠的威力踩 今天头彩的奖金上看 8亿元 今天威力踩8亿 加油加油 冲着上看8亿元投彩奖金 大家拼了 不是包牌就是加码下注 看看耶诞老公公 会不会把大奖送到自己家来 想试试手气 然后在过年前呢 替自己加一点年终奖金 然后拿一点红包 我要买地宝 因为我没有住过地宝 希望啦 大家都想 人人有信心 有买有机会 投注站老板说 热门牌就属前总统 陈水扁保外就义的话题 他的球衣2630 成了下注参考 还有花800元 第二区1到8号全包 中投奖几率非常高 第二区全包的话 那如果第一区6个号码全中 那就保证一定会中投奖 不会只有中二奖 威力踩买器随着高额投彩奖金 加温 如果一人独得 这位幸运儿就是今年威力踩 继15亿 13亿之后 第三高单注投彩奖金 年终还没发 先买张彩券 帮自己拼好运 记者薛玉中黄十分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再来高雄的这个阿嬷呢 来看到呢 因为他异想天开 非常非常非常想要中奖 所以呢 竟然就把发票的中奖号码 给自己剪贴 到没有中奖的发票号码上面 然后呢 企图要去邮局里面 盗领千万奖金 不过呢 因为他是直接服贴上去的 而且贴的还不太平整 太明显了 邮局行员一眼就试破 而且直接报警 穿着红色大衣的富人 坐在邮局椅子上 迟迟不肯起身 一直如远景 还苦苦哀求 就是不想到派出所 远景好说歹说 终于把人压上车 因为他拿了张假发票 到邮局想兑换千万大奖 当场被抓包 用肉眼就可以辨识了 他这个第三码的二 还有第四码的六 这个是属于服贴的 仔细看 富人拿的这张发票 其中两个数字 二六根本就是粘贴上去的 右下角还粘得不牢固 已经翻起来 破绽实在太明显 异想天害的富人 竟然就拿着这张 未造发票 到邮局想兑换千万奖金 邮局行员一眼就看出 不对劲 不动声色的报警抓人 富人啊 他是频频的向我们远景喊晕 他说他真的没有注意到说 这部分他的 因为他的眼睛是有点 视力不是这么好 那他也不知道说 这个部分竟然是被服贴了 这样子 就连远景也是第一次看到 用服贴的方式 未造发票 虽然富人变称自己视力不好 也不知道是谁 变造发票 但这样的说辞实在太牵强 最后还是依诈漆 和未造文书最嫌 将他移送法办 记者科长 张霍如高雄 参加报导 今天的确非常的冷 那么全台的最低温 出现在台中 只有8.7度 又是这个冬天以来的 新低温记录 但是非常不幸的消息 您知道吗 全台在这一天之内 竟然有多达 26个人 冷死了 包括才出生 6天的小男生 寒流天一大早 小朋友上课包紧紧 鱼容衣帽子加口罩 只露出一双眼睛 对抗低温 会不会觉得很冷 会 背心啊 对啊 都有给他加 那小朋友会不会很难叫 会啊 会啊 因为他比较晚睡 所以又冷 然后所以就比较晚起来 这样的冷天 真的好不想起床 而且寒流在家 辅射冷却效应 周四全台最低温 在台中只有8.7度 再创入冬新低温 而这急冻寒流 也让基隆 有一名70多岁的女街友 冻死在公厕 台中有独居远景 猝死家中 还有出生6天的小男婴 也疑似失温而死 全台有26人因此冻死 但白天开始 温度已经略微回升 明天开始 各地原料都是比较 偏多一点的情况 跟今天天气比较好的情况 是比较迥异的 然后下雨情况 比较明显 特别是在山区 街道北岸 跟以华地区 可能对一些局部 较大雨时发生的机会 请大家特别小心 气温只有稍稍回升 周五各地高温 有19到20度 但封面通过 让全台下雨 周六又有另一波 大陆冷气团报道 虽然降雨会逐渐趋缓 但星期天又要再变冷 温度下滑到11到13度 山区受到这波水气 比较冲突的关系 从今天晚上开始到周六 可能是比较容易下雪的 想要赏雪又有机会 但水气多 降雨大 上山等雪 可得特别注意 记者林宇杰李美轩 台北报道 这么冷的天气 很多人家里面 都有在开电暖器 但不论是通电的 或是烧煤油的 特别提醒您注意 像是在苗栗的铜锣乡 那么这个86岁的老妇人 家里面就使用电暖去取暖 但是因为太靠近了 距离床铺的棉被 不到一公尺 结果这个棉被就烧了起来 消防队拉水线 撒水灌旧 火势很快就破灭 起火点位在一楼房间 床铺棉被烧成焦黑 老妇人的轮椅也烧成骨架 起火原因 疑似是这台电暖器倒在地上 而妇人被救出来时 全身超过20%灼伤 86岁妇人脸汗角烧到脱皮红肿 紧急送医救治 忽然的女儿焦急的在急诊室外守后 双手合十不断祈求 怎么会发生火警 女儿表示因为天气太冷 前一晚回家探视 在妈妈床边放置电暖器 研判是电暖器 距离床不到50公分 棉被衣服才会跟着烧了起来 有电暖器是吧 有 昨天晚上才差的 开始用了 外劳是就这边的床 这边是大的床 那妈妈睡哪里 妈妈睡那个气垫床 气垫床 因为她不会走路了 那电暖器在哪里 就在这边 中间 外劳东西都拿走了 对啊 跑掉了 最令家人气愤的是 照顾老夫人的一年几万劳 明明就睡在妇人旁边 人却落跑不见 火警的第一时间 也没有报警求救 导致妇人严重灼伤 已经插管治疗 住进家户病房 记得彭公许苗栗报道 好 再来是准台北市长 柯文哲这文化局长的 林显作业 已经让好几位的市政顾问 纷纷出走 那么加上现在因为 内定是迷重华 所以这些要出走的市政顾问们 还在带队来个回马枪 然后到了柯文哲的办公室楼下 轰 这根本是 甲林选 真内定 甲林选 真内定 甲林选 真内定 柯文哲前市政顾问 做看板 讽刺 倪崇华懂文化吗 到柯文哲办公室楼下 抗议倪崇华根本没资格 进入最终面试 非常后悔 当时我没有把我的手机拿出来 把计算机打开 算一下 14名的三分之二 到底是多少 请问 9位有达到 9位投票给林选华 有达到三分之二吗 红红说 张铁智得12票 李静慧得11票 倪崇华只得9票 根本没过三分之二门槛 再加码爆料 林选委员几乎都是 倪崇华挑选的人马 前9名的名单 是倪崇华开的 他标榜公平公正公开 透明的公民参与底下 他能容许这么肮脏的事情 发生在他身边吗 从选前到选后运作了有好几次 那内部对成员彼此之间的公正性 也没有产生任何质疑 那今天都已经结果 就是说送到这个候选人推都出来了 那如果说回头要去质疑这个 临选委员的成员 这会不会是晚了一点 李副市长邓家基表明要重选 转环空间似乎不大 柯文哲全全交给副手 照样忙跑行程 这是有瑕疵吗 这是我是按照制度跑的 因为我还没有上 你这不是说要拨通吗 不是没有讲 我要宣布 但若未来真接任文化局长 林崇华要面对的恐怕 不只是单纯的学习 还有来自文化界的大大检视 记得江神俊吴宇轩 SNG小组台北采访不到 好 另外再来看到 吉祥要接任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 抛出了内阁制 结果您知道反应最热烈的是谁吗 是前总统李登辉 他大赞朱立伦 优秀 然后还当面要求蔡英文推动内阁制 蔡英文来到现场 还记得上回蔡英文一看到 李前总统三步并两步 两人好骂起 但私底下谈话却好严肃 原当时李登辉就当面要求 蔡英文必须公开支持朱立伦的内阁制 过去从未谈及内阁制 现在却突然站在朱立伦那一头 李登辉大动作 其实背后目的是限改 今天我们要结局来进行修衍 勇敢发改民主的机会 进行现正的改造的改革 和媒体察序 李登辉不会言台湾下一阶段 重点就在现正改革 希望国民党 民进党 两大党的这个东出席 提出有特的主党 有一个改革的时间表 按照人民的意志 实在去做 不可能 是不是一定是纯内阁制 还是说一个修正后的内阁制 或纯内阁制 这些都可以讨论 最重要要全责相符 力挺朱立伦 钳指蔡英文 李登辉大动作 似乎也证明了 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记者综合报道 而下一届各个县市的 政府议长的龙头选举 即将登场了 而备受关注的就是新北市 因为这次新北市长朱立伦 第二期的任期 面临潮小野大 这一局 这是新闻局 这个这些都是观光局 助理忙着清点 市府送来的伴手礼 明明下个礼拜 就要选出议会正负龙头 民进党团忙到不可开交 就在焦头烂额之际 偏偏碰上各局处 登门拜访 选前的时候 比较没有那么多人来 选后的时候就来得比较频繁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 就是那个水 可能就是要一直去装 就是茶刚泡完一壶 然后又要再换下一壶 外界好奇 市府到底送了什么 像是水利局送了南瓜书 官吕局送上围巾和玩偶 城乡局则是马花卷 至于警察局 消防局还有新闻局 大家有志一同送上各种茶叶 堪称是市府最爱送的礼物 来这里我们当议员的都觉得很抱歉 都要自己带来 现在不免了 你看吃的啦 喝的啦 泡的啦 还有连这个伙伴都有 你看 真的不一样的 不是现在变肝 是变烧热 民进党议员感叹 过去四年党团办公室 冷冷清清 如今政治情势转变 门庭弱势 心理滋味更是五味杂成 记者林中勋李明灯采访报道 欢迎收看1800一电视晚间新闻 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四 今天有哪一些重点 以及独家消息 首先来看到的就是 独斗肝风暴 竟然波及到了维利 维利有两款的泡面也中招 那么包括了维利炸香面 还有维利老北京大干面 那么其中都用到了黑心油皮 来做成油包 另外就是民嘴周语寇金报 国安高层告诉他 鼎星曾经私下捐两亿 给国民党 以及民华元高雄演出传出了枪响 一名团员在舞台后方 放烟火的同时 就胸口突然冒出鲜血而倒地 而宋医的伤口取出了金属碎片 这到底是什么 好 来看到好多的观众都喜欢的 维利炸酱面 这一回三度中招了 而且跟毒豆干的风暴有关系 好 这是彰化的卫生局 来查查 郁香公司毒油皮的下游就发现 维利食品今年三月到七月 有向郁香公司来买问题油皮 然后做成炸酱面的油包 有两个产品 包括了老北京炸酱风味大干面 还有就是很多人很爱的 维利炸酱面 现在炸酱面的面包 1334包 还有炸酱面的半成品油包 3000多公斤 先全部封存 毒豆干风波扩大 知名的维利炸酱面也中招 彰化县卫生局追查 郁香食品的下游 发现维利食品公司 从三月到七月 向郁香公司购买问题油皮 制成维利炸酱面 和老北京炸酱风味大干面的 调味油包 像有这个郁香公司购买 调理过的一个油皮 然后将油皮这个切碎之后 加到这个调味包里面 维利炸酱面 咸香够味的调味包 加上香Q面条搅拌 香喷喷的泡面 是很多民众的最爱 年销售量超过600万包 稳居干面类泡面龙头 没想到也卷入毒豆干风波 卫生局到维利食品鸡茶 一箱香的炸酱面 和半成品 通通贴上封条封存 相关产品我们已经封存了 1300多包 那也包括了3000多公斤 制成油包 还没有组装成产品的 这些半成品的油包 产品使用了毒油皮 维利公司发出声明 表示有自行送检 没有验出产品 还有二甲鸡黄 但是安全起见 仍会把问题产品下架 对消费者感到抱歉 另外台中老字号万一豆干 两项产品卷入毒豆干风暴 业者则提出退费补偿方案 凭发票退费 或者可以更换商品兑换券 并提供回馈礼 给退费的消费者 希望回馈补偿 可以挽回商誉 记者中部做不到 很多妈妈阿姨 现在在看电视 那么您今天敢买豆干 或是豆类的制品吗 大概不太敢吧 因为包括了油豆腐 还有三角的油豆腐 跟柏豆腐 现在也沦陷 因为台中市的 大油豆腐工厂 使用到了 千辛豆制乳化剂 结果做成了油豆腐 流向了传统市场 所以这些传统的豆类制品 销售大受影响 妈妈阿姨根本不敢买 工厂里已经不见生产豆制品 不止豆干中标 就连油豆腐也爆出黑型货 包包上给我们的 也说它是合法的 那个添加物 所以我们才会去使用 我们都通路在传统市场比较多 业者含冤 不知产品 产有二甲鸡黄 但卫生局追查发现 台中市松顺航 向千辛实业社 进购千辛豆制品乳化剂200箱 贩售给制造商 大油豆腐工厂 做成油豆腐 销售给散客 传统市场火锅料摊商 生意惨淡 除了油豆腐 就连火锅常用到的豆皮 花肝三角豆腐 也通通受波及 豆制品 罚人问津 会觉得很恐怖啊 当然很恐怖啊 都不要吃啊 都不要吃啊 除非他跟我讲到没问题 不然都不要吃了 不吃油豆腐不会怎么样啊 我们吃的人也是很不放心 破的东西很异常 那你就又没有再去主动检查 那当然就是比较离谱啊 拜拜 政府把官一再出报 黑心豆制品连环报 再掀食安危机 婆婆妈妈先走走 摊商生意 更是惨兮兮 记者做后报 但是这个千辛公司的 卢姓父子 他们辩称说 不知道购买的油脂黄粉里面 有致癌的二甲肌黄 我们找到了这一间化工行 那么是位在台南市 也是一间传承了 三代的百年老店 但是这油脂黄粉 你知道是拿来做什么的吗 是拿来做油漆 或者是明纸 而且那种很黄很黄的明纸 上色用的 店里面有明文公告说 这就是工业使用 如今父子怎么可能不知道 经营三代的百年化工老店 桶子里装的油脂黄粉 客人都是买来做油漆 手工艺染料 或是明纸上色 门口还张贴本店所售的产品 仅供工业用途 老板万万没想到 卢姓父子竟然用来做豆干乳化剂 白头发的卢姓男子 一年只出现一两次 如果依照他调制 一比一万的完美比例来算 每一功课就可以做出 一万公斤的乳化剂 不法获利惊人 他们却向解放辩称 完全不知道购买的油脂黄粉里面 含有致癌的二甲金黄 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业者相当无奈 一百年来好好的做生意 却无端卷入食安风暴 实在是太冤枉 记者黄耀明才能报道 而选后的政台又惊爆的消息 就是周玉寇爆料 说国民党高层收了顶薪位加 政治现金两亿元 而且直接就是对金普聪呛瞎 说金普聪用人不当 不过刚才林德瑞已经发出了声明 针对周玉寇在媒体上面公开指称 他是顶星门神一事 已经严重伤害了金普聪的名誉 如果说周玉寇还是继续提出 没有证据的不实指控的话 他将正式提告 国民党立委谢国梁 强烈怀疑政府就是顶星最大门神 再加上连胜文竞选灭顶计划 遭高层阻扰 周玉寇在加码 强调很可能跟魏嘉 曾经捐出政治现金两亿元 脱不了关系 周玉寇痛批政府做法适当 他更把矛头指向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的用人 因为金普聪深获总统马英九信任 前总统副秘书长罗志强 还有国民党副秘书长林德瑞 都是精细人马 让周玉寇非常不满 最近的这个顶星未嘉跟总统府 跟中国国民党的关系 复杂的相关人士 其中一个人叫林德瑞 另外一个人叫罗志强 罗志强是前任的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林德瑞是行管会主委 也是党的副秘书长 他们两个人都是金普聪 一手提拔金普聪先生 他逃避不了被追究的责任 这是我对金普聪先生 所提出来的质疑 金普聪用人一笑谨慎 不轻易对外求财 因此容易让人感觉 都是几个老面孔 换位置 现在遭到名嘴和栏尾突袭 恐怕也得接受严格考验 记者综合报道 好 一连串的食安问题 让台湾民众不满的情绪 沸腾到极点 当然在选情的部分 也是直接的反应 很多的民众对政府提出了不信任票 而政府也遭到了质疑 法官不利 为黑心厂商来护航 所以周宇寇所提的这两亿元 会不会就是护航费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追的 就是这两亿元钱的流向 而周宇寇也向马总统喊话 应该要启动调查 但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 范江泰基则说 周宇寇是引述不具名的 前国安高层来当作消息来源 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之下 就对外爆料 诋毁国民党的声誉 令人深感遗憾 国民党不排除提告 时安说阻碍 是不是跟选举借记有关 谢谢大家 时安风暴延烧 政治选举关键时刻 政府遭外界指责 但当时的行政院长 将以画面对民众疑虑 台上被寻却这么回答 这番话遭解读 是在为黑心厂商护航 国民党和典型魏家关系很好 此事媒体员周玉寇 过去曾在节目上更直接点名 都为马何欣与魏家牵扯不清 当时被影射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 罗志强立刻在脸书澄清 这次周玉寇再爆料 前国安高层透露 马团队收了顶薪两亿元的政治现金 钱究竟进了谁的口袋 政商关系背后 是否真有不能说的金钱秘密 国民党说要改革重申 若不能让一切公开透明化 还是无法取信于名 记者综合不到 而台北地院就在今天上午 以视讯的方式首度去询问 人在彰化看守所的魏映冲 还有长眉峰 并且采取隔离讯问的方式 将两个人分开讯问 但是魏映冲在视讯的那一头不认罪 并且反向检察官不懂事业经营的模式 才会误解降低成本 就是忽略品质 顶星前董座魏映冲 15号为了顶星黑心油暗再度出情 但他不仅不认罪 还痛批检方不懂油品 18号上午 换北院开庭审理卫权混油案 透过视讯 讯问人在彰化看守所受押的魏映冲 不过他照样拒绝认罪 还向检察官对企业经营有误解 身为负责人 降低成本不只是企业经营的重要考量 也是向股东负责 但他总是要求品质一定要永远在成本之上 魏映冲辩称 检察官说降低成本就是忽略品质 根本是误解和异测 也缺乏证据 更是对他人格的严重污蔑 尤其未全事业体如此庞大 是透过分层份工运作公司 不可能由他一个人管理 所以买有细节他不知情 魏映冲说他不认识高正丽 也没有见过面 而且去年大同爆发油品含同叶绿素 公司给他的各项检验结果都是合格的 希望法官能够查明真相 还他清白 律师也以郭台铭为例 说他不可能管到鸿海旗下产品 一个零组件是向谁采购 所以魏映冲也不会知道 从典型黑心游案到魏全回游案 魏映冲统统坚持自己没错 也不知情 只是光平这样就想无罪脱身 恐怕没这么简单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 那么先前承诺30亿元的食安基金 钱在哪里呢 而润泰集团总裁银眼梁的角色 现在好生尴尬 先前他接受反问的时候 很豪气地说 如果魏家不捐这30亿 大不了 好 他就自己捐 但是想想其实也不对 他为什么要帮魏家来捐这一笔钱 银眼梁也很为难 也因此他又说 希望政府不要阻挠魏家 来出售在台湾的资产 我愿意以一个外行人 帮助内行人 接下这个不清的带子 当初接受顶心魏家请托 担任食安委员会召集人 没想到魏家承诺的30亿迟迟拿不出来 日前银眼狼接受杂志访问时 豪气地表示 如果魏家真的不捐 大不了他自己捐 当初对101卖给外资不愿表达意见 但若是真的要帮鼎心出这30亿 银眼梁恐怕也很为难 也因此他在杂志上说 大家如果要鼎心退出台湾 就不要阻挠魏家出售在台湾的资产 还举例美国历史地标洛克菲勒中心 也一手多次 银眼梁说不准鼎心 把101股权卖给马来西亚人 又对鼎心抽银根大查税 简直是政府在用国家机器进行灭顶 那总裁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 我非常的开心 外界说你好像又被阴了一次 我听不懂你讲的话 鼎心随即发出声明稿指出 绝对不会惊动银总裁 等到台北101股权交易案完成以后 将优先投入30亿元作为实案基金 只能说当时意气相挺帮魏家收烂摊子 银眼梁现在恐怕是悔不当初 接着台北综合报道 而另外吕前副总统会不会绝食呢 先前他说如果在平安夜之前 法务部不放阿扁的话 他就要绝食 但是呢因为22号才会召开 陈水扁扩大医疗见识小组会议 因此吕前副总统突然改口 这项绝食啊 要往后延三天 27号晚上还没有释放的话 那我28号下午4点钟开始进行绝食 逼迫法务部尽速让陈水扁保外就医 吕秀莲说要绝食 但时间却往后延了三天 但他上回可是要在25号就开始绝食 12月25号以前要放 不要等到农历过年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宣布我开始绝食 誓言没想到破了宫 记者会上突然改口 就是因为法务部22号 针对陈水扁病情 召开扩大鉴定小组会议 是不是也请副总统再考虑 如果这去已经确定出来了 好那是不是请副总统 不要在意是第几天 然后能够暂时把这个 绝食的这个动作先延缓 指定身旁人不但却说 就怕平安夜前要释放 恐怕很难 不过仔细算一算 22号在台中召开 鉴定小组会议讨论病例 23号查看陈水扁病况 社会医师只要签结了报告书 送到矫正署 24号签合过后 就能送到法务部 最快24号陈水扁就能重见光明 我下礼拜会到监察院去拜访 我要呼吁监察院全面展开清查 所有失去自由的人当中 有没有身体状况 相当的不适合在监狱里面继续服刑的 不只求放扁也要其他育油 屏照办理 吕秀玲甚至拿出来自四面八方的祈福墙 表达对陈水扁释放的心意 但这么拼命就是要表达自己的决心 记者带志明的黑山台北报道 要插播个最新的意外消息 那么台电故请了直升机 定情清醒高压电塔 但是刚才传出了在彰化的张星路路段 正在直行勤务 结果这个直升机突然在空中又失去了动力 紧急迫降在附近的农田 还好机上两位人士都只受到轻伤 民间直升机迫降在草地上 脚架断裂 整个肌腹直接碰在地上 消防员赶到了第一时间 机上人员还在直升机内 因为剧烈的撞击 驾驶腰椎严重挫伤 令人颈部受伤 还好都能自行走上救护车 紧急送往张斌秀传医院治疗 好像紧急下的这种 就紧急的像这样 就紧急的像这样 一种像这样 就好像是一样 这架隶属临天航空的直升机 是由台电公司聘雇 在彰化清洗高压电塔时 疑似机械故障 迫降在空地草皮 脚架已经断了 光线的光了 还好直升机距离地面高度不高 破降时没有期货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为何会发生破降事件 非安委员还要派员调查厘清 记者林一芳吴家慧张华报道 刘德华遭到了逮捕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其实呢 这是桃园刘德华 同名同姓 对 就是跟天王刘德华 同名同姓的刘德华 看到没有 一台深色轿车 开到拖吊厂门口 想要离开 却被管理人员挡了下来 以为驾驶作罢离开 没想到这车子退后完 驾驶却突然猛踩油门 冲撞保管厂大门铁链扬长而去 而这名离谱驾驶 这么刚好就叫刘德华 然后他骗我们说 他说他的那个放行单 他办好手续 他放行单放在旁边 结果我们管理人说 那要拿放行单给他 他就不给他 他就从 这名跟港新刘德华 同名同姓的32岁男子 今年8月中旬 向朋友借车却违规 遭到拖吊 刘德华深夜赶来拖吊厂厂 想把车子给开走 但无奈不是车主本人 加上这辆车的车牌 遭到注销 根本没办法领车 刘德华一气之下 竟然先撕毁 黏在车门的封条 直接冲撞脱吊厂 马上就调阅监视器 调阅监视器 查看是哪一台车 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 锁定这名留着小平头 左手被有刺青的嫌犯 这下陶渊刘德华 遭到检方起诉 面临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北北都是刘德华 怎么命运差这么多 记者泛国青洋郡中 看到另外一位嫁杠的刘德华 那么现在当了爸爸之后 逐渐把自己的心打开了 在公开的访问场合 也能够谈自己家联事 包括两岁半的宝贝女儿 他说那么他希望 今年能够偷偷地化身成为 耶诞老公公 然后送给女儿心爱的礼物 穿着黑袭装 刘德华出席四上晚会 帅气浪丧 提到女人男演幸福样 一改一项对驾驶保命的态度 柳德华难得开金口 甚至还说 化身耶诞老公公 已经准备耶诞袜 要让女儿收到期待的礼物 此副模样一语言表 不过似乎不知道 日前妻子朱丽谦 已经带着女儿 悄悄回到老家马来西亚 不知是可以隐瞒还是真的 不知道 但最近流的花过去曾遭黑道 持枪威胁的新闻 又再度成为媒体焦点 这个要问警察 因为他抓了那个人 去问他们 但是真的有其事吗 你问他们 这个我不方便说 对不起 低调壁谈不想再回应 但整场慈善晚会 除了刘德华 出席的刘嘉玲 也准备邀请好友 一起玩交换耶诞礼 但王妃似乎不会参加 网会上连连结 刘欣宇 肖敬腾等众星云集 带流的华言谈中 流露出浓浓父爱 想进话题版面 记者宋伯导 看完了香港男神 那么再来是韩国的男神 而且一次就破天荒的 给你三个 这是金雨斌 主演电影技术者们的 适应会 那么当然除了他自己本人之外 另外两位也是超大咖 过去从来没有一起 现身过的金秀贤 跟李敏浩也都到场 面子实在够大 拿起相机 手机 拼命拍 粉丝等的就是他 韩国人气明星金雨斌 他主演的电影技术者们 举办适应会 精彩动作片 其待度破表 现场星光异议 除了主角金雨斌 包括人气红不让的金秀贤 李敏浩也到场 三位男神破天荒同台 星光阵容坚强直逼 VIP逝应会 因为跟李炫宇合作 电影伟大的隐藏者 深厚情谊 让金秀贤来到现场支持 李敏浩则是跟金雨斌 演出继承者们 也亲自现身 让这部电影 适应会话题十足 宣传效果一流 电影技术者们 叙述一群好手集结 要在40分钟内 突破保安重重的人川海关 投出1500亿韩元 金雨斌除了有动作 武打戏 还有养眼的淋浴镜头 演出第二部电影 只有单纲男主角 让他压力好大 希望能写下票房夹击 国际中心业肉编译 好 不过像这么冷的天气 女明星要走红毯 又要穿着清凉的话 来看看 在日本跟韩国的 这些性感女明星 有什么 她们能够从最贴身 最亲密的地方 就开始暖和起来 日本性感女星谭蜜 在广告中化身冷冰冰雪女 但因为实在太冷了 马上说自己改名叫暖蜜 还扮起了经典女神 玛丽联盟路 其实这支广告是 日本业者枪攻保暖用品市场 又出奇州 推出专为女性最贴身部位 设计的暖暖卫生贴 还找来平时穿很少的 谈蜜代言 让怕冷的女性朋友 从内暖到外 韩国女性也不怕冷 韩国奥斯卡青龙奖 珍奇斗艳 女性卢秀玲 更是不畏手耳低温 一袭露胸又露腿的 开叉透视妆 该遮的都遮了 但该露的也全都露光光 用火热的肉体抵御手耳严寒 让现场美光灯都火爆了起来 曾演出《朋友的女人幻想》 等电影的卢秀玲 是韩国小咖女星 这次虽然大露好身材 计压一票知名女演员 但走光的肉色New Bra 频频见客 除了遭狂批不庄重之外 主办单位更爆料 根本没邀请她 看来这位要扮冬天里的 一把火的小咖女星 是拜托了 国中心 翁蕊编译 好 那么刚才看完了 这些女星们的 发热蜜招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给您的是 网友票选出来 全台湾的十大人气汤圆 其中有没有你喜欢的汤圆呢 第一名是台北的双莲 娘汤 怎么会干嘛 拜托 你知道现在吃一颗汤圆的热量 要走二十分钟才能消耗得掉吗 不过因为都知道了 你看里面的客人还是那么多 汤圆啊 很好吃 很Q啊 都很好吃啊 都很棒 有点Q 这熊麻吉吃起来 Q感 口感的弹牙 又Q又香但不绝口 锅子里一颗颗晶莹剔透 原滚味的汤圆 看了就让人口水直流 入口网站举办年度十大汤圆票选 吸引八万多人参加投票 其中去年第一名的双莲圆载汤 今年继续成联冠军 去年没进绑的台义牛乳大王则是拿下第二名 而未在万华的三六圆载汤拿下继军宝座 其他长盛军像是成万只红豆汤圆 宝桑汤圆 发动圆载汤也都榜上有名 汤头红豆汤头其实算是蛮关键的 红豆汤有好 使得汤圆的一个软硬 软度 还有汤圆的那个软Q的程度 是大家选择的一个关键 十大汤圆名店出炉 网友各有喜好 冷冷天气 来上一碗热乎乎的汤圆 实在是寒冬中的小确幸 节奏报道 没错 照理来说 现在这一波寒流笼罩全台湾 应该要吃热的 但是呢 这个业者是逆势操作 偏偏就要在这么冷的天气 找来了火辣的模特儿 要穿得非常少 而且要他们吃冰 化身天使与魔鬼 模特儿冷天穿小少 还得来上一口冰 很多人就是会在冬天的时候 选择买冰吃 然后夏天的时候不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冬天吃冰很爽 冰淇淋业者逆时操作 推新品 冬季限定冰淇淋巧克力锅 还推出外带礼盒 多种口味冰品 沾上热巧克力 还能同时搭摩天轮 欣赏风景 感觉相当特别 就是觉得很有趣 因为可以一边看风景 然后一边 就是一边吃冰淇淋 刚好中和 所以其实吃冰的时候 我就不会觉得特别冷 冰暖胶质的口感 让消费者大呼过瘾 虽然天气冷气气 但今年开卖时间较去年 来得早 业绩依然强强棍 今年的表现来看 其实大概有三成的一个成长 不止冰品商超商业者双淇淋 也抢推起司蛋糕新口味 像是我们平常在吃起司蛋糕 那种乳酪的味道 在嘴巴里面化开 因为我本身很怕冷 不会 所以我觉得说很好 这个我敢吃 乳酪香气四溢 超商冰淇淋口味 由甜变形 业绩同样成长两成 成功抢占天冷商机 记者温水熊人家台北 采访报道 好 再来是台湾知名的歌仔戏团 明华园正在高雄演出 但是怎么传出了 有团员受伤 而且可能是枪击案 但是现在案情因为很扑朔迷离 警方也还摸不着头绪 这一名团员在舞台的后方 等着要出场 结果呢 胸口就突然冒出了鲜血 然后人就倒地不起 而医生从伤口处呢 取到了一个金属碎片 明华园总团 马车福与大捕快戏马 这一次在高雄陵园公演 这时正在后台准备的王姓武航 突然左胸口下方鲜血直流 痛苦倒地 好好的一个人莫名其妙受伤 伤口怎么造成的 团员被紧急送医 医生研判可能是被枪击 医生从伤口皮肤下方 取出一个黄色圆形的金属碎片 宛如立刃从王姓团员的右胸 画到左胸 警方怀疑是弹头 但这名团员从北部南下参与演出 没有汉人结怨 怎么会天外飞来一枪 由于当时舞台后方正在放烟火 布幕也有烧灼痕迹 也有可能是电子炮碎片雾集 虽然当事人命大几乎只有皮肉伤 还能开玩笑地说 宛如319枪击案翻版 但舞台演出却被雾集 伤着还是台湾最知名的 歌仔戏团团员 警方正在调查原因 记者赖维佐刘启文高雄报道 的确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还搞不太清楚 那么警方经过了比对之后 因为这一块金属异物 跟电子炮头是完全不符合的 所以警方初步排除了寻仇 但是把改造枪支 可能在现场走火的 这个选项给列了进来 但是明华月表示 没有跟人结怨 他们认为应该只是炮伤 晚上8点高空烟火释放 看歌仔细的观众 马上转移焦点 特别的高空烟火秀 全部用电子引线控制 看看现场细缝和燃放烟火处 距离不到20公尺 就在这时候传出网信员工 胸腔受伤 经我们查试之后是发现在他的左胸有大概10公分的一个二度的摩擦伤 然后在右胸有一个金属异物的流存 怪就怪在警方把取出的金属异物和电子炮头比对 发现不符合 但是初步排除寻仇可能 推测是改造手掐不慎走火 不过明华员认为没有跟人结怨 受伤应该只是炮伤 但就是这么巧 烟火释放时 汪信员工就受伤 就算经过比对 警方保持低调 不敢妄下结论 毕竟名花园名气大 不管原因为何 都让人额外注意 记者叶红楼林智慧 高雄报道 开车在马路上 那么会遇到什么意外 想都想不到 那么有民众就开车经过了西滨快速道路 结果发现这林口的火力发电厂旁边 有大楼竟然瞬间坍塌 结果就瓦力的飞成一扬起来之后 完全遮蔽了他的新车视线 驾驶一如往常行驶 在快速道路上突然可以看到画面前方一团黑烟窜出 一度以为又是气爆事件重演 其实这是旧大楼的拆除工程 爆炸的灰尘就像海啸般呼啸而来 附近驾驶看到都暂停行车 不过画面中竟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 及人员管制 也让驾驶痛批 发生意外谁该负责 就是之前民众在台七甲县的山路上遇到揽神突然掉落保险桿前 差点亮成意外 更有住家旁的工地掉落钢条 显向还生 每天都是这样心情惨战 铁条啦石块啦 就不定时会飞下来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砸到 民众住在家里也害怕 其实这样的大小石工工程都不能忽视 像这样没有警告标志 防护网一个爆破连路都看不清楚 一不小心都可能亮成悲剧 记得综合报道 好另外高雄的民众请特别注意了 那么这场气暴造成32死321人受伤 高雄地检署今天把包括了李长荣化工 华韵还有高雄市政府公务员等等12人提起了公诉 而至于高雄市长陈菊 因为透过监视器的画面看到 在气暴之后半个小时 他就赶到了消防局 所以予以不起诉的处分 而另外曾经担任过高雄市长的副总统吴敦毅 则是被主控允许问题管线的埋设 检方则是认为当年的公文的批准的层级 就只到处长 所以吴敦毅同样不起诉 而至于中游呢 在23年以来只做过两次的管线检测 其中一次还有一场 但是检方认定 中游不需要去负担随时监控的义务 所以中游也安然脱身 7月31号深夜高雄惊天一报 夺走32条人命 321个人受伤 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 认为地底四寸管线破裂 丙漆大量泄漏 才会造成死伤惨重 将李长荣化工负责人李某伟 华运公司领班等9个人 以及3名负责香涵监工的高雄市政府员工 依准失火罪 业务过失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 虽然已经发现了压力流量均有异常 明知极有可能丙息已经泄漏 竟然仅因为李长荣公司用料在即 不断的吹料 仍强行加压输送丙息 当时外界强烈质疑 高雄市官员失职 抨击市长陈菊未到现场 但根据检方掌握资料 气体泄漏时 陈菊在官底坐镇指挥 爆炸之后的25分钟 也就是0点21分就抵达消防局 因此已不起诉处分 经过检察官勘验当时的监视录影 还有电梯 还消防局的监视录影记录 确认他已经在12时21分 进入在意面中心 至于破裂的四寸管线 穿越幽灵湘涵 时任高雄市长的副总统吴敦毅 遭到指控允许埋设管线 检方则是指出 他当时并没有签结这份公文 同样不起诉 该埋设管线的许可层级 最高仅次到高雄市政府的公务局 下水道工程处的处长 当时吴敦毅副总统 事实上并未参与任何管线的设计 施工以及核定的任何程序 这一次气爆最大的问题点 就在管线的管理和维护 检方发现中油公司 23年来只进行过两次紧密电位检测 2007年的报告中 出现异常却未注意 但中油却一样安然脱身 当时并没有在运输或使用该管线 中油公司在法律上 并没有随时监控该管线压力的义务 四重管线 唯一规定设在幽灵湘寒 公务人员没有确实验收 长期饱受水气腐蚀 又没有定期维护 最终导致丙息泄漏 造成这场令人震惊又遗憾的大气暴 记者吕宗仁高雄报导 另外最近两年 核四有三位年轻工程师 相继轻生走上绝路 他们都才三十几岁 而且学历都非常好 以这样的自杀率来说 在一间公司来讲是很高的 但是台电说 除了私人的因素之外 可能是因为供疗的天气不好 会影响员工的心情 让他们想死 过去两年反核深浪四起 核四最后走上封存意图 但现在被爆料 在这两年 核四有三位年轻的工程师 走上绝路 而且还在核四厂区内亲身 核四的工程师大多学历优秀 薪水也是一般年轻人的一两倍以上 除了私人因素之外 疑似也因为核四地方偏远 员工常常过年过节 也得坚守岗位 换来的却是外界的苛刻批评 有个人家庭跟各种因素 不过我可以体会到 在核四那个地方的工地 有时候冬天气候非常不太好 这么讲的话 是不是我们这边的人 自杀力要偏高了 也没有吧 我们也没有这种情形吧 他们的管理真的是适当 因为你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员工接二连三亲身 台电却把问题归咎在供疗天气不好 这样的管理态度如果再不改善 只怕日后同样悲剧再度上演 记者台北生活道 另外新北市的三重这名男子 到底还是不是人呢 他被妈妈被家人给责骂 心情不好 结果就骑着车子到附近去闲晃 在路边看到有一只小狗 随机就把他抓了起来 然后把狗带到巷子里面 用铁锤往这只狗的头去猛敲敲到死 14号深夜 这名男子载着从路边随便抓到的狗 骑车一路来到巷子内 眼见四下无人 男子突然停车 将狗丢在一旁 没想到下一秒 男子竟然拿出预长的铁锤 朝着狗的头部猛敲 据弦弯公称 他是要拿鸡怪喂狗 一时怕狗咬他 以平常工作的狼头来挖打他的嘴巴 让我们再看一次 男子像是施心风拿着铁锤狠狠敲狗的头 总共死一下 尽管这只狗不断发出哀嚎 企图逃跑 最后人被活活打死 横施接头 他是公称 他是害怕被咬 失手跟他打死的 可是他可能这是他最推偷之词 他应该是有阴谋 阴谋要内杀狗 狗致死 爱狗人士发现 男子如此残暴毒打一只狗 理由可能是被妈妈责骂 随便在路上找狗出气 严重违反动物保护法 警方已经找到这一名二男 要让他付出代价 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这个爷爷旁边跟着一个好可爱的小孙女 然后一块温馨的走路上学 这是新闻吗 这个新闻点在于 这个小孙女 是一只狗 戴着花帽 背着书包的可爱美眉 紧紧跟在爷爷身边 是要去上学吗 再靠近一点 你发现了吗 原来他不是小女孩 而是一只货真价实的小白狗 他怎么这么可爱 他怎么会这样走路啊 原来这个走起路来 摇曳身姿的妹妹 是大陆小有名气的狗明星妞妞 最大才艺就是会学人走路 还学得有模有样 穿起衣服 背着包包 背影看起来 就跟一般小学生没有两样 不少人把妞妞走路的影片 PO上网 立刻引发热烈讨论 网友也是反应两极 不少人都说 走起路来的妞妞实在太考挖仪了 但也有网友表示 学人走路 其实会伤了狗狗的骨骼和肌肉 非常担心妞妞的健康状况 国际中心汪瑞宇编译 再来泰国的恐怖卡拉OK又来了 而且这一回廖家的更多 又陈曲的蝉雏 鳄鱼蜥蜴 还有在头上一直在吐舌头的变色龙 泰国女歌手画着美美的妆穿上红裙 却一屁股坐在舞台上 工作人员将她手脚绑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开筋口立即炒热现场气氛 不过头顶上却开始淋水 接着工作人员端来一大桶的铲除 女歌手继续淡定唱歌 还能编随着音乐摇摆 接着一针筒 蜥蜴就是往她身上倒 这时女歌手无法再镇定了 开始尖叫 外人根本听不懂她在唱什么 工作人员不懂得脸乡习欲 在下梦要小心鳄鱼 接着两条大蟒蛇 边唱边叫还要手舞足道 脸上的装备水灵成糊成一团 满身爬满动物 一只绿蜥蜴 似乎知道歌曲即将结束 边往女歌手头顶上爬 做了个完美的ending pose 这是泰国恐怖卡拉OK挑战 单纯唱歌不足为奇 要唱得如此花容失色 观众看了才过瘾 另外一位男生不要去偷看女生 尤其你在跑步机的时候 从跑步机身不该跌下来的时候 记得要一秒伏地挺身 一个男子突然从跑步机上跌了下来 做起伏地挺身倒带一看 原来是在跑步时 偷瞄辣妹臀部 一个闪神站不稳才扑街 只是女生听见声响 立即往后看 健身男国的不丢脸 假装做福利挺身 希望能为自己加加分 不过女生却头也不回 往前走 其实美女人人都爱看 这位身材娇好的正妹 在自己身后装上了摄影机 走到街上做实验 结果意外捕捉到许多男士 横杀的目光 甚至有女伴在旁边的也不例外 有人直接大嘞嘞地看 有人还特地回头一望 就连女性都忍不住偷瞄几眼 这段影片在网络上 引起热烈讨论 美女人人都爱看 但下次小心甜 面得像这位健身男一样 当场扑街实在好丢脸 不争信婉宾 好 再来爸爸妈妈 不知道规划好了没有 跨年有四天廉价 那么其实呢 全台各地的游乐园 都有优惠价 加上现在呢 观光局还进一步 跟游乐园的业者合作 凭客运的票根会有优惠哦 惊险刺激的云霄飞车 不止女生眉头皱得紧紧 就连一旁的男生 也叫得花容失色 连续元旦假期紧将到来 不少民众准备 要趁着假日出门游玩 全台湾各地的游乐园 也把握机会 推出各种折扣 要吸引游客上门 为在新竹的六福村 就推出动物大型转盘 凭着指针指道的 优惠架构票 最低只要十元就能唱完游乐园 明年整年的这个连续假期 非常的多 那尤其是今年开春元旦的四天廉假 那跟以往的连续三天的假期 又多了一天 那所以是非常适合 家人全家大小一起出游的 这个好机会 不止主题优惠 观光局为鼓励民众 多搭乘交通工具 减少车流 与业者合作 推出更优惠的入园方案 除了六福村平客运票 跟门票只要599元 中部的建湖山世界 想团体票优惠价 学生票也只要550元 九族文化村 则是优惠价700元 而南部的一大世界 儿童票最低只要1元 为了抢游客 各大游乐园 推出各种优惠方案 要让大家在新的一年 玩得开心 一整年都有好心情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到廉价航空 今天在高雄的小港机场 已经正式首航了 而且呢 先前不是推出了 非澳门 99块钱吗 今天再少10块钱 票面价88块 3 2 1 往前推 恭喜Tiger 由华航和新加坡航空公司 共同把飞机推进器往前推 象征台湾虎航高雄 到澳门航线正式启动 主办单位特别把具有澳门特色的 土桃牙土峰舞班上舞台揭开序幕 但让搭机民众开心又兴奋的 是首航机票价格优惠 实在太便宜了 很便宜 来回一个人只要1439 对 比坐高铁 高雄到台北来回还要便宜 怎么机票那么便宜 会啊 刚开始也觉得很奇怪 要去澳门 88块而已 88块 对 机票88块 我们初期每个礼拜是提供三个航班 那未来呢 我们也会持续在开拓新的航点 由高雄出发 那明年我们预计 持续开拓东南亚航点以外呢 我们重点会放在东北亚 那东北亚会包括日本跟韩国 湖航首班飞机搭了九成满 总共160几位游客 高雄直飞澳门 每个星期有三个班子 就算优惠价格不在 连驾航空价钱也落在4000出头 台澳一日游更不成问题 同样是连驾航空的微航 前一天守航桃园往返台国曼谷的航线 航空公司在回程出口 还特别安排了吉祥物在迎接 入境旅客 优惠票价的时候买到 就是520块的机票 我们觉得那个仪距蛮大的 很舒服 就算就是像一般普通坐的部分 就我们女生坐下 膝盖其实都还有蛮大的位置 是可以伸展的 首架飞机宝蓝色的机尾 漆上微雄图案 台湾黑雄随着飞机扬名国际 机舱内也随出可见微雄的小提醒 和可爱身影 乔回程旅客面带笑容满意的模样 更能确定连驾航空 商机起飞的新愿景 记者综合报道 不会吧 又是微粒炸酱面 而且微粒炸酱面 这回跟毒豆干风波 连结上了关系 彰化县卫生局追查 玉香公司毒油皮的下游 结果呢 微粒食品今年3月到7月 有项玉香买问题油皮 然后用在炸酱面的油包加工 做成了两种商品 包括了老北京 炸酱风味大干面 还有就是 大家几乎都会吃的 微粒炸酱面 现在炸酱面 1334包的油包 还有就是炸酱面 半成品的部分 3000多公斤 都先全部封损 毒豆干风波扩大 知名的微粒炸酱面也中招 彰化县卫生局 追查玉香食品的下游 发现微粒食品公司 从3月到7月 向玉香公司购买问题油皮 制成微粒炸酱面 和老北京炸酱风味大干面的 调味油包 上有这个 玉香公司购买 调理过的一个油皮 然后 将油皮这个切碎之后 加到这个 调味包里面 微粒炸酱面 咸香够味的调味包 加上香Q面条搅拌 香喷喷的泡面 是很多民众的最爱 年销售量超过600万包 稳居干面类泡面龙头 没想到也卷入独豆干风波 卫生局到微粒食品鸡茶 一箱香的炸酱面 和半成品 通通贴上封条封存 相关产品 我们已经封存了 1300多包 那也包括了3000多公斤 制成油包 还没有组装成产品的 这些半成品的油包 玉香公司 是我们公司的 豆干原料的供应商之一 2014年10月4号 到2015年2月4号 所制成的炸酱面油包 用到这一批的原料 送钱 在这一批产品里面 它并没有验到 所谓的二甲计划 但是本公司仍然决定 就是立即我们展开 这个所谓的 预防性的下降 文力公司安全起见 把问题产品下架 对消费者感到抱歉 另外台中老字号 万一豆干 两项产品卷入独豆干风暴 业者则提出 退费补偿方案 凭发票退费 或可以更换商品兑换券 并提供回馈礼 给退费的消费者 希望回馈补偿 可以挽回商运 记者中部总部导 而不止在市面上 买得到的 一包一包的豆干 有问题 现在就连油豆腐 三角油豆腐 跟板豆腐也沦陷 因为台中市 大油豆腐工厂 就有用到 千辛豆制品的乳化剂 做成了油豆腐 流向了传统市场 今天很多妈妈奥姨 一定到了 传统市场之后 发现豆类的制品 碰都不敢碰 工厂里 已经不见生产豆制品 不止豆干中标 就连油豆腐 也爆出黑型货 报告上给我们的 也说它是合法的 那个添加物 所以我们才会去使用 我们都通路在 传统市场比较多 业者含冤 不知产品 产有二甲鸡黄 但卫生局追查发现 台中市松迅航 向千辛实业社竞购 千辛豆制品乳化剂 200箱 贩售给制造商 大油豆腐工厂 做成油豆腐 销售给散客 传统市场 火锅料摊商 生意惨淡 除了油豆腐 就连火锅常用到的豆皮 花干三角豆腐 也通通受波及 豆制品 罚人问津 会觉得很恐怖 当然很恐怖 都不要吃 都不要吃 除非他跟我讲都没问题 不然都不要吃 不吃油豆腐不会怎么样 我们吃的人也是很不放心 破的东西很异常 那你就又没有再去主动检查 那当然就是比较离谱 拜拜 政府把关一再出包 黑心豆制品连环报 在线食安危机 婆婆妈妈先走走 摊商生意更是惨兮兮 记者送到 不过这千辛公司的卢姓父子 那么两个人都辩称 其实呢 不知道购买的油脂黄粉里面 有致癌的二甲鸡黄 好 那卖给他们二甲鸡黄的这间化工行 在台南市 我们也找到了 是一间传承三代的百年老店 但是呢 这里面的油脂黄粉呢 都是拿来做什么的 拿来做油漆的 或者是名指上色用的 而且店里面早就清楚公告说 他们卖的东西就是供工业使用 所以卢姓父子怎么可能 不知道 经营三代的百年化工老店 桶子里装的油脂黄粉 客人都是买来做油漆 手工艺染料 或是名指上色 这一般人就是在用作 那个金钻年线的 对 那个油材料 油材料也在用 对 那这装都是食材料 门口还张贴 本店所售的产品 仅供工业用途 老板万万没想到 卢姓父子竟然用来做豆干乳化剂 白头发的卢姓男子 一年只出现一两次 如果依照他调制 一比一万的完美比例来算 每一功课就可以做出 一万公斤的乳化剂 不法获利惊人 他们却向检判辩称 完全不知道购买的油脂黄粉里面 含有自然的二甲金黄 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业者相当无奈 一百年来好好的做生意 却无端卷入食安风暴 实在是太冤枉 记者黄耀明才能报道 好 另外政坛又爆炸性的消息 这是周玉寇报得料 说公民党高层有收顶星 为家政治现金两亿元 然后再直接对金普聪呛下 说他用人不当 不过稍早之前 这金普聪阵营部分的林德瑞 则是发出了声明 表示说周玉寇女士发表的这一些 指控她是顶星门神一事 已经严重的伤害名誉 如果周玉寇还是继续提出 这没有证据的不实指控的话 将正式提高 国民党立委谢国梁 强烈怀疑政府就是顶星最大门神 再加上连胜文竞选灭顶计划 遭高层阻扰 周玉寇再加码 强调很可能跟魏家 曾经捐出政治现金两亿元 脱不了关系 周玉寇痛批政府做法适当 他更把矛头直向国安会秘书长 金普聪的用人 因为金普聪深获总统马英九信任 前总统副秘书长罗志强 还有国民党副秘书长林德瑞 都是精细人马 让周玉寇非常不满 在马英九总统执政以后 其实他被认为就是一个地下总统 那他的身边的人是六年来观察 马英九总统跟金普聪 几乎是一体的 就是两面一体 就是几乎中华民国的马金体制 就是被大家公认 指控精细人马 也让林德瑞气的跳出来 对周玉寇在媒体上 公开指控他是顶星门神仪式 严重伤害他的名誉 如果再提出不实指控 就要提告 周玉寇也请马总统主动调查 他也会向侦查单位做出说明 记者综合报道 好 那么有关于实案风暴 连环报 的确人民所愤怒的就是政府到底有没有在把关 而且会不会真的就像周玉寇说的 拿了钱所以护航呢 今天周玉寇继续在对马总统喊话 说应该要查吧 对于这两亿元的金钱流向 应该要启动调查 但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范张太基 则回应说周玉寇引述这不具名的前国安高层来当作消息来源 没有查证的情况之下就对外来发言 诋毁了国民党的声誉令人深感遗憾 国民党不排除提高 实案说阻碍是不是跟选举接近有关 谢谢大家 实案风暴延烧 政治选举关键时刻 政府遭外界指责 但当时的行政院长江仪化 面对民众疑虑 台上被寻却这么回答 正义的油品在架上的可不可以吃 我们正在追查中 如果他违反规定就不可以 他现在可以是不是 他目前是可以 这番话遭解读是在为黑心厂商护航 国民党和鼎心魏家关系很好 自身媒体人周玉寇 过去曾在节目上更直接点名 多为马何欣与魏家牵扯不清 当时被影射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 罗志强立刻在脸书澄清 这次周玉寇再爆料 前国安高层透露 马团队收了顶薪两亿元的政治现金 钱究竟进了谁的口袋 政商关系背后是否真有不能说的金钱秘密 国民党说要改革重申 若不能让一切公开透明化 还是无法取信于民 记者综合不到 好周玉寇所点出的问题点就在于说 原来现在这顶心的门神 会不会根本就在国民党的自家之内 那么现在立委就点名身为 当然党主席的朱立伦 要拿出魄力 动用廉政委员会来清理门户 抓凶手 而对此朱立伦也强调 廉政委员会会是国民党的基础 而这大刀似乎会往内部砍下去 新北市长朱立伦开心参加教育活动 不过一提到国民党内 跟鼎心看来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的脸色一成 第一个我对于这个还未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做评论 不过联能一切是我们党的基础 这个不会改变 朱立伦口中的廉政委员会 就是国民党立委希望 新任主行商人后做的第一件事 不只是查谁拿了鼎心的政治现金 还要追究是谁在护航 如果真的有害群之马 我想这个害群之马 也应该由我们执政长 自己把它揪出来 自己来清理门户 清查这个部分 我觉得成立的也不一定 能够真正达到效果 固然它的利益是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成效可能是有限 虽然党内还是有不同的声音 但看来樊鼎心势在必行 招招直指马英九任党主席的作为 让总统府不得不出面回应 外界指涉总统是顶心门神 在顶心上有包袱等等的说法 总统府今天要严正的声明 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凭空捏造 完全不符事实 令人遗憾 总统府强调 一切都是只须乌有 但面对党内清脚凶四起 总统府内的马英九 心情势必 五味杂陈 记者中文报道 这也让润态集团总裁 影演良的角色好尴尬 先前他接受杂志访问的时候呢 很豪气地说 如果卫家耍赖 不捐这三十亿的话 大不了他自己捐吧 但回过来来想想 他为什么要当卫家 来筹这笔钱 来出这笔钱 也因此他又改口说 希望政府不要去阻挠 卫家出售在台湾的资产 自己该付的钱 自己付 我愿意一个外行人 帮助内行人 接下这个不清的单子 当初接受顶星卫家请托 担任实案委员会召集人 没想到卫家承诺的三十亿 迟迟拿不出来 日前营业良接受杂志访问时 豪气地表示 如果卫家真的不捐 大不了他自己捐 101卖给外资啊 您怎么看 我不是卫家 我不能表达意见 当初对101卖给外资 不愿表达意见 但若是真的要帮鼎星 出这三十亿 尹业良恐怕也很为难 也因此他在杂志上说 大家如果要鼎星退出台湾 就不要阻挠卫家 出售在台湾的资产 还举例美国历史地标 洛克菲勒中心也一手多次 尹业良说不准鼎星 把101股权卖给马来西亚人 又对鼎星抽银根 大查税 简直是政府 在用国家机器进行灭顶 那总裁 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 我非常的开心 我还记得说 你好像又被阴了一次 我听不懂你讲的话 鼎星随即发出声明稿指出 绝对不会惊动 尹总裁 等到台北101股权交易案 完成以后 将优先投入 30亿元作为实案基金 只能说当时 意气相挺帮 为家收烂摊子 尹业良现在恐怕是 悔不当初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好的确在这一波的事件当中 看得出来 那么尹总裁 他的个性是大名大放 而且呢 直接就在访问的时候 向杂志来惊爆 他就是向连政署 来检举叶士文 所会案的那一个人 而且他告诉媒体 就是他自己 既恶如仇 而这必须说到 他年轻时的成长背景 他曾经误入歧途 是不良少年 进过赶化院 但是有一个人 把他拉了一把 从岔路走回正轨 就没有今天的尹严良 这个人是汪精品 论态集团总裁尹严良 经报叶士文所会案 是他向连政署来检举 尹严良告诉周刊 是因为自己 嫉恶如仇 个性使然 但外界也猜 这个性恐怕也和他 自身经历有关 是个放荡的孩子 是个不良少年 公开场合上 尹严良对过去没有隐瞒 原来身为纺织 企业家的二代 尹严良年少时 却因为太顽劣 常打架闹事 被父亲给送进改化院 即便如此 人不改血气方刚本色 直到一个人出现 就是现任立法院长 也就是尹严良 当时的数学老师 王金平 原来有天尹严良在校外 与人发生冲突 遭到刺伤 他跑到王金平的宿舍求救 当时王金平就认为 尹严良本性不坏 只是年轻气盛 不只为他包扎 还担心他会因此受重罚 未向校方报告 原来王金平的词来包容 对尹严良产生极大影响 由岔路走回正轨 最有成就的 老师长这样 老师这样跟你耳朵 我是感激老师的教导 原则不止检举叶士文 甚至替顶心作保 早先前更是设立糖奖 甚至要将自己财产 旧成以上全出 一切一切 还都得感谢王金平的感化 介络面镜 他被报导 好 不过来看到明华元 今天占据了媒体版面 不过呢 并不是所演出的剧情 当中有奇案 而是他们的团员 遭受到了奇案的攻击 到了高雄的林园 进行表演的时候 结果突然有一名团员 胸腔就莫名其妙地受伤了 而警方在经过对比之后 发现这金属异物 跟电子炮头 完全不符合 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晚上八点高空烟火释放 看歌仔细的观众 马上转移焦点 特别的高空烟火秀 全部用电子引线控制 看看现场戏风和燃放烟火处 距离不到20公尺 就在这时候 传出网信员工胸腔受伤 进我们查试之后 是发现在他的左胸 有大概10公分的一个 二度的摩擦伤 然后在右胸 有一个金属异物的流存 怪就怪在 警方把取出的金属异物 和电子炮头比对 发现不符合 但是初步排除寻仇可能 推测是改造手枪 不慎走火 不过明华原认为 没有跟人结怨 受伤应该只是炮伤 但就是这么巧 烟火释放时 汪信员工就受伤 就算经过比对 警方保持低调 不敢妄下结论 毕竟名华原名气大 不管原因为何 都让人格外注意 记者叶红楼您知会 高雄报道 不论是预谋还是意外 但是这名团员 真的是挺幸运的 还好他的命保住了 因为他当时 正在舞台的后方 等着要出场 也就是说 舞台的灯已经亮起了 他应该是要 不出舞台的 但是他出不了场 他的胸口突然 冒出了鲜血 人就倒地不起 明华原总团 马车夫与大捕快戏马 这一次在高雄 林园公演 这时正在后台 准备的王姓武航 突然左胸口下方 鲜血直流 痛苦倒地 好好的一个人 莫名其妙受伤 伤口怎么造成的 团员被紧急送医 医生研判可能是被枪击 医生从伤口皮肤下方 取出一个黄色圆形的金属碎片 宛如立刃 从王姓团员的右胸 画到左胸 金方怀疑是弹头 但这名团员 从北部南下参与演出 没有汉人结怨 怎么会天外飞来一枪 由于当时舞台后方 正在放烟火 布幕也有烧灼痕迹 也有可能是电子炮碎片雾击 虽然当事人命大 几乎只有皮肉伤 还能开玩笑地说 宛如319枪击案翻版 但舞台演出却被雾击 伤者还是台湾最知名的 歌仔戏团团员 警方正在调查原因 记者赖维佐刘启文 高雄报道 好 再来刘德华 遭到逮捕送办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刘德华是 桃园刘德华 就是跟天王刘德华 同名同姓 看到没有 一台深色轿车 开到拖吊厂门口 想要离开 却被管理人员挡了下来 以为驾驶作罢离开 没想到这车子退后完 驾驶却突然猛踩油门 冲撞保管场 大门铁链扬长而去 而这名离谱驾驶 这么刚好就叫刘德华 然后他骗我们说 他说他的那个放行单 他办好手续 他放行单放在旁边 结果我们管理人员说 那要拿放行单给他 他就不给他 他就从 这名跟港新刘德华 同名同姓的32岁男子 今年8月中旬 向朋友借车却违规 遭到拖吊 刘德华深夜赶来拖吊厂 想把车子给开走 但无奈不是车主本人 加上这辆车的车牌 遭到注销 根本没办法领车 刘德华一气之下 竟然先撕毁 拧在车门的封条 直接冲撞脱吊厂 马上就雕阅监视器 雕阅监视器 查看是哪一台车 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 锁定这名刘德的小平头 左手被有刺青的嫌犯 这下陶渊刘德华 遭到检方起诉 面临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没没东西刘德华 怎么命运差这么多 记者泛国青阳郡中 陶渊报道 好 再来是阿基斯的摩帖风暴 现在呢 代言的部分 贵格先开出第一枪 停播了系列广告 然后弗勒先入的广告 也传出 把他的照片给撤了下来 而另外接下来 如果厂商要向阿基斯所赔的话 恐怕是上百万的赔偿金 我认为应该算是巧遇了 对 外遇的话就是脑筋里面有想好 阿基斯被报喜粉丝上摩帖 12月10号开记者会成亲 没有外遇 不过周看再报 两人的关系不是偶像巧遇女粉丝 这么简单 而是长达五年的金钱往来关系 阿基斯不止名誉再次受损 现在恐怕连部分代言也不保 贵格开出第一枪 停播阿基斯代言的系列广告 就怕品牌形象遭受波及 现在你们就是都不播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我也不方便跟你这边说明 就连福乐心如也传出撤下他的代言照片 改赠送小盒鲜奶 疑似做切割 但厂商解释改复达赠品只是回馈消费者 跟阿基斯完全无关 代言有没有受到影响 我想势必多少会有了 但是一路长时间走下来 我给代言的厂商一个观念永远都是 他们认为我阿基斯是很正派的 不担心代言流失但阿基斯不承认外遇说法 还是可能牵涉到形象受损 导致代言违约 如果厂商索赔依照合约规范 双方会依照大约20%到30%的比例赔偿 阿基斯恐怕将面临上百万的赔偿金 记者综合报导 而另外厂商也在镜头 还有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詹维忠 他从小其实是想当导游 想当律师 想当记者 但后来因缘际会当了命理师 而且最近他还自排命盘说 命理师不够了 接下来他出现了从政命 所以四年之后他要选一元 手术里头巨门代表是嘴巴的意思 它代表什么意思 能言善道 言机有物 不论是评风水还是论子威 知名命理师张维忠 研究命理长达33年 但现在却有意走上政治路 我觉得因为在四年后 我自己算一算 可能名利要放蛋薄 才会平安 能够当选的话 服务 理民跟选民 我觉得能够让我生活更能自在 他叫你卖残除那位 没有 没关系啦 他歌舞台不做 那我就尽量帮他接一点 比方说去 目前转型作音咖的他 过去上节目常被吐槽 如今因为命盘属从正命 加上看到转型成功的欧阳龙 这次选议员选得漂亮 自己目标也将放眼 四年后议员选举 甚至还赴日本感受当地选举气氛 不能说临时抱佛 临时前一年在选 那你必须要一步一脚一地去 去做耕耘才比较安全 虽然投身政坛的艺人 不是每个都有亮眼表现 像于天到现在还负债一千多万 只能靠主持费偿还 张伟忠表示 这些年来已经赚够一定的养老金 计划在演艺圈再赚三年后 就要专心服务民众 不分蓝绿 没有分蓝绿 第二个 不会选 第三个 不插旗 不做耗费资金的宣传 打算像柯文哲以武党籍身份 选上台北市市长一样 靠知名度跟努力打拼 深入基层 为四年后的议员选举积极布局 而学运代表陈维廷 宣布要参选苗栗立委的补选之后 现在也开始积极的运作了 那么除了全台各地找志工 还有脸书的官网也上架 现在有民调显示 如果国民党派出的是 刘正宏来选的话 陈维廷会赢五个百分点 我受访的时候 我账务的四百块 但是我写一些稿 我还是有钱做一些看板 谢谢你 就算竞选经费结局 陈维廷第一个大型文权海报 还是抢先亮相 搭配竞选口号 Waiting for beta苗栗 脸书官网正式启动 短短不到一天 累积将近两万个赞 现在还要到各地找青年职工 这些朋友在帮忙 包括说那些金元总部 投赛金元总部 其实是我们之前在参选议员的朋友 接下来他可能把这个金元总部 会借给我们使用一个时间 资源少但支持度不少 根据电子媒体最新民调 苗栗立委补选若国民党派出的是 刘振宏来选支持度 以35%落后 陈维廷五个百分点 提名机制还有提名的决定 都还没有确定 我们也不好那个时候 主动的去介入他们 这个机制确立的过程 但我必须说 的确民进党是非常尊重我们 和民进党沟通 保持畅通 除了会私下拜会吴宜珍 也会向武党籍柯文哲请议 不是选战打法 而是医疗专业 如果真的顺利当选 在法案的议案上面 可能跟民进党是不同的意见 那这个东西都不是用科P模式 可以移开韩国 虽然不完全是科P模式 但总有几分相似 网络站青年返乡 加上拜会地方人士 陈维廷的在野联盟 也已经开打 记得张成俊 吴宜轩台北采访不到 好 另外来看到新竹这名成姓男子 欠钱不还 就遭到了债主 把他掳进在洗车场里面 警方听到的声音 把人救出来了 不过这个嫌犯交保之后 伙同了两名男子 在深夜闯入他的住处 而且把两只手指砍断 走在最前面的是 年仅18岁的黄姓祖贤 为了七万元 竟然二度对成姓被害人 动用私刑 不只囚禁对方 甚至还拿30公分的西瓜刀 砍下对方两只手指 目前事实在不能讲话 他很虚弱 对 很虚弱 嫌疑人抑制了 携带两把的西瓜刀 还有头戴这个头套 还有这个手套 到这个住处之后 就将这个悲哀人 朝这个身上 还有四肢砍杀了十几刀 手段是非常的凶残 不满前员工 诚信男子欠债跑路 黄姓祖贤先找来有人 把他靠在洗车场囚禁 不过他想不到被害人的求救声 竟然传到派出所 令警方赶到现场之后 立刻把人移送法班 嫌疑人因为交保之后 回到家里心生不满 在隔天就将这个到伙同 另外两名这个嫌疑人 到这个被害人的家里住处 心生不满找他报仇 一交保还是愤恨不平 立刻潜入被害人住处 迟到乱砍 这次确定收押 不过伤害已经造成 被害人甚至吓到不能讲话 家属痛批 第一次已经值得警惕 警方却没有提高警觉 酿成二次悲剧 心里的创伤谁负责 记者颜日荣新竹报道 阿嬷你有得漂亮啊 不给你擦欧雷啊 而且呢 如果你拿了人家的欧雷 要付钱 先是记盘下头戴绣花毛帽的老妇人 前往台中谭子区 一间卖场买东西 老妇人东逛逛西晃晃 先是拿了一罐滋养霜 戒指来到柜台排队结账 只是就在老妇人离开时 卖场的警报器却发出声响 店员报警处理发现 老妇人身上还有三罐 没有结账的活肤霜 买化妆品是为了要保养皮肤用 忘了将购买的精华霜 从手提袋内给店员结账 才离开现场 不是故意要偷东西 原来老妇人平常一人独居 但是打扮很入食 像是绣花毛帽和铜色系外套 外围在套着抱纹丝巾 尽管已经76岁 却对打扮很讲究 随着天气变冷 体肤干燥 他想藉由涂抹精华霜 让皮肤变好 只是警方查出 富人身上还有钱 可以结账精华霜 可能是因为贪小便宜 才会下手行窃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好 制作清酒之后的酒破 是相当知名的保养品原料 Pitera 有听过吧 但是现在Pitera可不是光用吃的而已 在这样子的暖乎乎的天气里面 要让你吃Pitera的火锅 一样热腾腾的火锅却有不一样的创新 汤头内倒入纯白的酒破 除了香醇浓郁的口感 还有甘甜的后韵 没有酒的味道 但是它就是很特别的那种甜味 甘甜味 来自日本大营酿的顶级酒破 含有高档的保养品原料 加进火锅当中 吸引了不少爱美的女性客户 笑称用来擦的保养品 原来也这么好吃 我还说要来 我还有推过 不知道 我会想到是面 吃了吃了都 感觉自己变得漂亮 是日本在制造大营酿 最顶级酒流下来的明星 下去研磨制造的 未来和顶级酒破相得益彰 业者在汤头的熬煮特别用心 精选老母鸡和豚骨 光是这一锅乳白色的汤头 就要花上两天的时间 食材几乎已经化开 精髓全部释出 我们是采用老母鸡 豚骨 花长时间 两天的时间下去熬制出来的 浓郁的酒破汤底 再加上每日采买制作的新鲜食材 在这寒冷的冬天 吃上一口刚刚涮好的山珍海味 不管气温有多低 全身也会暖乎乎 记者赖维佐高雄报导 不过对于食客来说 有这样的竞争是好事 那么有香港一新米其林的茶餐厅 在台北市的新医区开了分店之后 那么整个美食的战区 就往台北的东部去延伸 很多人还是觉得 好像吃到新鲜感觉 还不赖 所以原来的做茶餐厅的港式餐厅 现在也找来了米其林主厨加盟设计菜单 希望这个菜单能让食客 也有米其林新鲜的感觉 港点要在东区持续立足 就要创新开发新商品 找来香港米其林师傅 加盟操刀保险面团上 系上酥皮酱 特制的就是这一款 甜版的酥皮杏脂酥 当然咸版的叉烧酥也要有 标准18折媲美顶台风小笼包 里头的内馅是活螃蟹的蟹黄 上桌剥开老母鸡汤流出来 配上鲍鱼吉利酥 还有半岛酒店双胞胎版本的奶黄酥 就是要尬最近人气很旺的 香港米其林港点 台湾人对于港点的部分 也是接受度非常高的 那当然对于米其林 有新兴的加持的部分 当然一定是有加分的 可以未来为三年内 带来一个米其林一星的荣誉 强心加持因为战果已经冬移 天好运新一百货开分店 唐朝夹带着一股正统的岗位来PK 对面还有两家本土的港点餐厅 金星利用平家料理 掳获大量婆婆妈妈上门 喝茶聊天吃点心 港点餐饮东区形成三强鼎立局面 战区东移要一均吐起 要靠星星加持 希望战出各自一片天 记者简单书长是台北报道 而这样的天气呢 不论是吃完再泡汤或者泡完再吃东西呢 其实都很OK的 在台东知名的温泉乡 台东的日本游客也增多 现在病房率爆满 欢欢走进浴池 就算身上只穿泳裤有帽 立刻泡进热乎乎的温泉 赶快暖和一下 不能泡到温泉没关系 还有陆客全身包紧紧 就算只能泡到脚也甘愿 很舒服 天气冷嗖嗖 冬天泡汤游客本来就比较多 但是今年因为天气温差变化大 还有即将到来的元旦连续假期影响下 台东资本今年当地的泡汤住房率 和往年同期比较飙升许多 甚至到元旦前 温泉定房率就已经客满 今年的话因为冷得蛮久的 然后天气今年比以往更冷 所以泡汤的人特别多 住房率比往年还要高 台东精率饭店应声倒塌 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重创 台东资本 温泉夜景气跟着萧条 这回资本观光景气回温 重新擦亮温泉香招牌 记者里面的杨俊宗台东报道 不过接下来这样的汤 我们还要带带您泡下去 而且要带您飞到日本去泡 我们请了两位美丽 可爱 而且身材身材苗条的温泉女孩 要带您去泡泡 日本香根的很特别的汤 有哪些汤呢 有红酒汤 有茶汤 另外还有啤酒汤 日本在泡汤文化 可说是走在世界尖端 温泉圣地香根 有著名的香根石器汤 然而香根最迷人之处 当然还有它众多的风驴 温泉香不但有泡汤主题乐园 在汤的选择中更是应有尽有 例如浓郁的本格咖啡汤 香喷喷的咖啡直接倒入汤中 让空气弥漫卡布奇诺的滋味 满满怀旧日式风格绿茶汤 仿佛置身日本茶香 与汁全身都泡在茶香中 甚至还有令人陶醉的红酒汤 以及能够帮人去角质的 小鱼美容师足汤 如此多元的温泉种类 不愧是正港温泉香才能提供的 想必大家看了 现在也都非常心动 想要赶快买张机票 飞到日本跟着温泉女孩们 一起享受吧 国中心沈万山编译 这么冷的天气 如果说没有办法泡汤的话 那么接下来也是让一样 很性感的谭蜜来教你 何靠薄薄的一片 就能让你全身保暖 日本性感女性谭蜜 在广告中化身冷冰冰雪女 但因为实在太冷了 马上说自己改名叫暖蜜 还扮起了经典女神 玛丽联盟录 其实这支广告是日本业者 枪攻保暖用品市场 又出奇州 推出专为女性最贴身部位 设计的暖暖卫生贴 还找来平时穿很少的谭蜜代言 让怕冷的女性朋友 从内暖到外 韩国女性也不怕冷 韩国奥斯卡青龙奖 珍奇斗艳 女性卢秀玲 更是不畏手耳低温 一袭露胸又露腿的 开叉透视妆 该遮的都遮了 但该露的也全都露光光 用火热的肉体 抵御手耳严寒 让现场美光灯都火爆了起来 曾演出《朋友的女人幻想》 等电影的卢秀玲 是韩国小咖女星 这次虽然大露好身材 鸡押一票知名女演员 但走光的肉色new bra 频频见客 除了遭狂批不庄重之外 主办单位更爆料 根本没邀请她 看来这位要扮冬天里的 一把火的小咖女星 是拜托了 国中心欧蕊编译 高雄的观众朋友 一定不会忘记这个场景 高雄大气暴 32人死亡 321人受伤 那么高雄地检署 今天将李长荣化工 华韵 还有高雄市政府 12位的公务人员 依法提起了公诉 而至于高雄市长陈菊 在气暴之后半个小时之内 透过监视器画面看到 其实他人就已经 到了消防局坐镇 所以不起诉 而另外曾任高雄市长的副总统吴敦毅 被指控允喜问题管线的埋涉 检方也认为 当年的公文批准的层级 就是指导处长 所以吴敦毅同样也不倾诉 而至于中游呢 23年以来 只做过两次的管线检测 而且其中还有一次有异常 但检方的认定是 中游不需要去负担起 随时监控的义务 所以中游也过关 7月31号深夜 高雄惊天一爆 夺走32条人命 321个人受伤 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 认为地底四寸管线 破裂丙息大量泄漏 才会造成死伤惨重 将李长荣化工负责人 李某伟 华运公司领班等9个人 以及3名负责香涵监工的 高雄市政府员工 依准失火罪 业务过失致死等罪嫌 提起公诉 虽然已经发现了压力流量 均有异常 明知极有可能丙息已经泄漏 竟然仅因为李长荣公司 用料在即不断的吹料 仍强行加压输送丙息 当时外界强烈质疑 高雄市官员失职 抨击市长陈菊未到现场 但根据检方掌握资料 气体泄漏时 陈菊在关底坐镇指挥 爆炸之后的25分钟 也就是0点21分就抵达消防局 因此已不起诉处分 经过检察官勘验 当时的监视录影 还有电梯 还消防局的监视录影记录 确认他已经在12时21分 进入在一面中心 至于破裂的四寸管线 穿越幽灵湘寒 时任高雄市长的副总统吴敦毅 遭到指控允许埋设管线 检方则是指出 他当时并没有签结这份公文 同样不起诉 该埋设管线的许可层级 最高仅次到高雄市政府的 公务局下水套工程处的处长 当时吴敦毅副总统 事实上并未参与任何管线的设计 施工以及核定的任何程序 这一次气爆最大的问题点 就在管线的管理和维护 检方发现中油公司 23年来只进行过 两次紧密电位检测 2007年的报告中 出现异常却未注意 但中油却一样安然脱身 当时并没有在运输 或使用该管线 中油公司在法律上 并没有随时监控 该管线压力的义务 四重管线唯一规定 设在幽灵湘寒 公务人员没有确实验收 长期饱受水汽腐蚀 又没有定期维护 最终导致丙息泄漏 造成这场令人震惊 又遗憾的大起爆 记者吕宗仁高雄报道 而吕前副总统上回说 那么如果在平安夜之前 法务部不释放 陈前总统的话 他就要绝食 但是因为陈前总统的 扩大医疗鉴定小组的会议 会到22号才召开 因此今天吕前副总统 在记者会上面改口 说这个绝食行动 要往后延三天 27号晚上还没有释放的话 那我28号下午4点钟 开始进行绝食 逼迫法务部尽速让陈水扁保外就医 吕秀莲说要绝食 但时间却往后延了三天 但他上回可是要在25号就开始绝食 12月25号以前要放 不要等到农历过年 如果没有的话 我宣布我开始绝食 誓言没想到破了宫 记者会上突然改口 就是因为法务部22号 针对陈水扁病情 召开扩大鉴定小组会议 是不是也请副总统再考虑 如果这些已经确定出来了 那是不是请副总统 不要在意是第几天 然后能够暂时把这个 绝食的这个动作先延缓 直接身旁人不断确说 就怕平安夜前要释放 恐怕很难 不过仔细算一算 22号在台中召开鉴定小组会议 讨论病例 23号查看陈水扁病况 受惠医师只要签结了报告书 送到矫正署 24号签合过后就能送到法务部 最快24号陈水扁就能重见光明 我下礼拜会到监察院去拜访 我要呼吁监察院全面展开清查 所有失去自由的人当中 有没有身体状况 相当的不适合在监狱里面继续服刑的 不只求放扁也要其他御友 屏照办理 吕秀玲睡智拿出来自四面八方的祈福墙 表达对陈水扁释放的心意 但这么拼命就是要表达自己的决心 记者戴志明的黑山台北报道 接下来这则新闻要请各位家长注意看了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最近国际的奶粉价格 跌幅超过一半 但是为什么国内的奶粉厂商却联合涵涨呢 像是桂格还有血印婴儿奶粉 这涨幅有的还将近一成呢 公平会介入调查了 结果出炉 出乎大家的意料 是认为业者是合理的反应成本 为什么呢 公平会的解释是说 现在在国际上面降价的是 带装的奶粉 但是呢 大家一般常买这一罐一罐的 罐装的婴儿奶粉 进口的单价 三年来的确是一路涨 近来国际奶粉价格直直落 简直对半侃 但国内婴儿奶粉却不断调涨 像是血印和桂格 涨幅月一成都说是反应成本 民众痛批业者联合涨价 但公平会调查后 却认为业者是合理反应成本 因为婴儿奶粉还有许多添价物 是整罐原装进口 和现在所降价的带装全脂奶粉不一样 而且从官务署的资料来看 婴儿奶粉平均进口单价 三年来就涨了约23% 婴儿奶粉国际的进口价格是一路上涨的 那我们从它的调涨的一个幅度来看的话 是没有看到有以自信行为的一个外观 另外婴儿奶粉平均进口价每公斤340元 但现在一罐900公克的奶粉却要卖800元 遭质疑业者暴利 卖一罐不止赚一罐 公平会解释 获利率我们大概了解情况大概三成 那另外有所谓的那个管销产品 我们了解情况大概一到一到三成 所以并不是说外界所想象 有那么两倍的一个获利情况等等 不管是联合涨价或暴利 现在公平会都说查无此事 短期内要婴儿奶粉降价恐怕是不可能 记者陈佑斌林玉玲SNG小组台北报道 接下来讯息也非常重要 就是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 今天审查了台电的电价新公式 而朝野的立委达成了共识 确定让90亿的台电盈余回馈案过关 所以大家什么时候会感觉到 这个电价有回馈呢 最快是明年的1月10号 而且初估每一户会750块 还是你要等那个部长一起来说 部长会说 我们现在正式开会 首先请一支委员先读报告 好怪 今委会这天不需要审查新店家公事吗 怎么经济部台电两位长官有气无力 所以我们每一年定一个 如果有累积亏损存在 每一度电多收0.1元 一直到累积亏损填补完成为止 外传为了电价公事能闯关成功 前一天两个人全天几乎都在拜会立委 把身段放到最软 就怕是相同话 说了几百遍 但也是白说 裁决的无力 绑架我说 你一定要通过这个公事 然后我们才来回馈 那我想这个 我们所有的人民都不会接受 好这是 请部长 应该没有问题吧 是 1月10号以前 可以回馈给大家 可以宣布吧 过年以前至少给大家一个 小小的礼物吧 是 因为91亿云回馈 确定和新公事脱钩 和台电原先盘算的 先过公事再回馈差很大 此外连电价新公事 重建成本 合理利润 也被要求要拿掉 我们台电是碰到 莫拉克台风 还是碰到巴巴水灾 怎么会有重建成本 回馈的部分 我们今天一定要处理 那么这个公事的部分 就像我讲的 我看也是 一个头两个大 其实一早在野党党边 现身经委会 两位长官 似乎就惊绝不妙 而不止台电 中油降价 IP没成意 对于执掌 不降的店家 也有台大教授 看不下去 脸书开炮 似乎都不难证明 吃亏的 果真 都是老百姓 这里我们边缔禁语 台北报道 但台电今天遇到的麻烦 包括了直升机 那么因为 雇用了直升机 来定期清洗高压电塔 结果在彰化的路段 执行任务的时候 突然失去动力 迫降在附近的农田中 民间直升机迫降在草地上 脚架断裂 整个肌腹直接碰在地上 消防员赶到了第一时间 机上人员还在直升机内 因为剧烈的撞击 驾驶腰椎严重挫伤 令人颈部受伤 还好都能自行走上救护车 紧急送往张斌秀船医院治疗 驾驶受到撞击腰椎骨折 而另一人则是脖子扭伤 两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这架隶属临天航空的直升机 由台电公司聘雇 在彰化清洗高压电塔时 疑似机械故障 迫降在空地草皮上 脚架已经断了 光线的光了 现在没有拆 但是它的红皮已经受到折据 告知是有直升机坠落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 它是属于迫降 所以没有明显的火烧换机 还好直升机距离地面高度不高 迫降时没有期货 否则后果不堪设向 至于为何会发生迫降事件 飞行委员还要派员调查厘清 记者林一峰 吴嘉惠 彰化报道 而现在应该有很多的爸爸妈妈 每天都会开车 送自己的孩子上下学 英国的这个爸爸呢 他也是自己开车 送孩子上下学 但是他开的车啊 对一般的爸爸妈妈来说 有点难 坦克车开在路上 这可不是联合国 维和部队在战区出征 而是爸爸带着两个儿子上学去 这么酷的场景 出现在英国北安普敦郡 这位爸爸是个超级军事迷 收集超过120辆军用车 爸爸的特别兴趣价值不菲 20年前买了第一辆装甲车后 至今已经花了200万英镑 在这个时候上 被问到收集坦克会不会遭来 邻居异样眼光 爸爸不以为意 甚至爆料 原来这世上军事迷还不少 虽然是另类兴趣 却成功引起话题 而且坦克车不止放在家里 还真的派上用场 成了孩子的娃娃车 有了这样重量级的交通工具 孩子上学 再大风雪都能轻松上路 没在趴 国中心沈维山编译 而另外呢 世界上的怪事还不少 在加州知名的巴巴拉海滩上面 有不知名的巨型生物 还看得到长长的獠牙来呢 另外就是在纽西兰的奥克湾 有类似巨魔的水中怪物 美国加州最近遭暴风雨袭击 没想到天灾过后 16号知名的圣巴巴拉海滩上 却出现了一头无毛怪物的尸体 这个有着长长獠牙的不明生物 横躺在沙滩上 当地居民都觉得非常诡异 节目主持人也掀起一番论战 有人说是黑熊 有人说是猪 但目前为止都没有人可以证实 这只怪物到底是什么物种 另一方面 纽西兰奥克湾也出现神秘生物 工程师皮塔 从Google地图上意外 发现着神秘影像 皮塔认为这个神秘海中生物长达12公尺 因为周遭没有白色水痕 所以不可能是船只经过的痕迹 皮塔还说它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原住民称之为巨魔的水中怪物 传说中巨魔移动的速度非常惊人 不过它的真实面貌至今都尚未被捕捉到 引发当地居民议论纷纷 国际中心欧瓦有编译 而哈萨克北部的村落 这里也有无法解释之谜 那么民众纷纷染上了怪病 很容易睡觉 而且没办法自己控制 突然一个晕眩 然后就睡着了 而且一睡就睡个五六天 坐在车上 小朋友忍不住浑浑欲睡 不是车子坐久累了 而是得到神秘试睡症 证明俄罗斯南海与哈萨克北部民众患有同样症状 想睡的时候会突然失去意识 而且一睡就是二到六天 罢了 现在罢了 罢了 罢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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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会晕眩 感到疲倦 丧失部分记忆 甚至出现幻觉 所有的患者几乎都无法抗拒想睡觉的欲望 情况已经持续了四年 最可怕的是无妖可依 这波失睡病从2013年5月开始 俄罗斯克拉斯诺哥尔斯镇有40到60人发病 附近600人的哈萨克卡拉奇村落 至今也累积了85例 经过诊断 医生排除细菌感染或病毒的可能性 居民怀疑是靠近苏联附近的神秘 右旷有气体散出或是渗入当地河流导致 但是专家分析当地的土壤水质空气以及病人血液 怀疑有可能是矿场散发出来的东西导致但仍没有确切数据 查不出病因也让当地民众人心惶惶 国际中心业肉编译 比八点还有一点时间好像还来得及 买威力彩投奖连续25杠 今天晚上上看八亿元 创着上看八亿元投财奖金大家拼了 不是包牌就是加码下注 看看耶诞老公公会不会把大奖送到自己家来 想试试手气 然后在过年前呢 替自己加一点年终奖金 然后拿一点红包 我要买地宝 因为我没有住过地宝 希望啦 大家都想 仍然有信心 有买有机会 投注站老板说 热门牌就属前总统 陈水扁保外就义的话题 他的球衣2630 成了下注参考 还有花800元 第二区1到8号全包 中投奖几率非常高 第二区全包的话 那如果第一区六个号码全中 那就保证一定会中投奖 不会只有中二奖 威力彩买器随着高额投财奖金加温 如果一人独得 这位新婴儿就是今年威力彩 继15亿13亿之后 第三高单注投财奖金 年终还没发 先买张彩券帮自己拼好运 记者薛书中黄时分 SNG小组台北报道 就因为寒流 所以云林口湖乡的养殖乌鱼业者 赶快晒乌鱼 来到云林口湖乡 放眼望去 处处可见红沉沉的乌鱼籽 一大片场面好壮观 不只空地摆上了木板在晒 就连大排水沟旁也是一长排 还有土地宫庙的广场也在晒 云民忙着加工制作 不时翻面 因为包得紧紧的 连面罩都戴上了 寒风吹不停 只有11 12度的低温 手都快冻僵了 但这却是晒乌鱼籽的最好天气 原来太阳太大 乌鱼籽反而会变黑 低温加上寒风吹不仅可以把乌鱼籽 油脂锁住更能减少腐败 这样天气下做出的乌鱼籽 油脂膏口感更是Q弹绵密 记者方忠诚与您报道 我们接下来就来关心天气咯 各位朋友晚安 那么现在北台湾还有东部地区的朋友准备外出吗 记得雨伞要带一下了 因为呢要开始陆陆续续飘下一些雨来了 晚上呢封面逐渐在行程 要开始影响全台湾了 雷达回波图上面呢 带您来看到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片的回波紧贴着整个东半部地区 所以现在开始呢 其实宜兰地区已经正在受到影响 越晚的时候呢 雨势会更加的明显 那么宜兰苏澳一路再到这个基隆北海岸下完之后呢 就轮到中南部山区要开始下了 因为南方的水气上来 加上东北风一吹啊 所以呢都会出现一些局部性阵雨的情况哦 明天白天开始啊 北部和东北部的迎风面 也会有一些较大的雨势发生 全台明天都会开始下雨 雨伞要带好了 另外几个天气重点整理给大家了 明天白天星期五呢 温度虽然会回升 但是刚刚说过了 会下雨 所以呢各地都会出现一些震雨的情况 到了星期六又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 要影响温度又要往下掉了 至于明天哪里会下雨呢 有没有看到全台湾都标注了蓝色 以至于说呢 明天由北到南 no e lo ho 特别是山区还有迎风面 雨势会蛮大的 所以提醒这些地区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了 做好心理准备了 雨伞要带 而且呢要特别小心路况了 至于未来一个星期的天气啊 其实明天白天啊 北部地区啊 高温大概是来到17 18度 温度溜溜回升了 1到2度左右 但是空旷地区像是一栏一带 有没有看到低温还是只有12度 哎还是会冷啦 那么中南部地区也是15到20度左右 星期六开始呢 这个大陆冷气团队影响台湾 一连影响三天 星期六星期日 还有星期一 所以啊这个周末假期啊 最好还是做好心理准备 来准备一套这个雨天备案 选择室内活动会比较的妥当一些啦 明天的天气带大家来看到了 明天白天开始啊 这个大台北地区啊 又要云层多了 TOO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温度部分呢 苗栗地区低温只有12度 那么降雨几率高达70% 中部地区浮受冷却影响 所以啊 像今天台中就创下了这个低温记录哦 明天开始呢 清晨出去运动 也要记得多添加一幕了 南部的高平地区 明天也是会下雨啦 宁温15度 高温20度 宜兰花莲台东 特别是宜兰地区 今天晚上开始 就陆陆续续飘一些雨了 所以明天上班上课 要特别注意路况了 外岛澎湖金门马祖 同样也是多云有雨的天气 那么提醒大家了 这个周末假期 其实天气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啦 都是个冷冷的天气 大家最好还是赶快准备 一套雨天备暗吧 以上也是这节的天气 时间交谈给主播 京都下雪了 新闻最后带你来看 飘雪的金阁寺 晚安 新闻最后带你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